在汤姆加诺维奇 对 立刻把镜头交给了鲁迪汤姆加诺维奇 那个时候他即将成为姚明的主教练 我们可以看到那时汤姆加诺维奇身边坐着的是日后 姚明的好伙伴 也是在美国担任他翻译的 这个拍 这是乔治卡 当时美国队的主帅 是 在助教团队里我们也看到了波波维奇 是 排的球员 可能也就是保罗皮尔斯和麦卡尔锋利 从当时来看 是 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应该是皮尔斯 万最大的呢 可能是以东道主的身份来入围的雷吉米勒 1909年的庄元秀 2002年是 他也是第一次入圈到了全明星赛 没错 当时他已经来到了快船队 是第一年成为了船长 打吧 靠自己的蹲位造成了艾尔顿布兰德的犯规 是 打吧从奥尼尔我一只手都能撂得倒 对 你布兰德我还怕你 布兰德 也是现在骑游人队的总经理 打吧 其实轻瘦了好多好多了 是 那个时候打吧的身形都是方形的 你看 阿卡尔也说自己从来不练力了 哈哈 草原来的汉子天生神力 其实小奥尼尔整体的职业生涯就完全走了一个下坡路 打吧 球 当时打吧也是兼具灵活和力量 对 这个后转身的速度和不畏对抗的能力 这个球直接扣在框上 是 冲冲接力传得太靠近篮框了 我打吧那时候蹦的也高啊 第一阶比赛结束 28比16 运动能力更强 运勒的运动能力上从来不是那么擅长的一个球员 是 这个比赛确实是强的 对上他那个显得尺寸来的小了一些 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顶级中锋的威力啊 虽然呢被哈德森给打破 然后他的万分的独享的荣耀 这个赛季有了三位的新同伴 阿联 刘大和哈德森 都加入了CBA的万分俱乐部 主要与整体的所有能力 也是因为这个打的时间啊 我们看当时大八八分的篮板 姚明拿九分 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和美国队存在差距 第二呢我们也要证实那天 我们真的打了非常出色的半场球啊 海外状元的姚明的发挥 对 都是非常的完美 包括已经在安倍打上球的 巴特啊 是包括这个球啊 这一击长两分不投水 右帮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很叛逆啊 那谁还没叛逆过呢 好球这边朱芳宇再投中一级跃投 第三节成为了朱芳宇的表演时刻啊 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假设 是 右边巴特能力能外 三分再投进 大巴刚比赛最终得到了19分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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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 最终的比分露出比84 这个可以说是在最后一节啊 我们才在体能上啊 由于顶不住对方被单截打了一个10比21的一个单截比分 最终是落败 但其实无论是在第一节 半场还是在第三节结束 都可以说是跟对方至少打成一个55开的一个情况 最终的比分也是在20分以内啊 但是在中国篮球历史上和美国队那么多次交手 本身也是非常接近的一次比分了 是